我是南开科技大学扶持科技服务管理系的教授 我同时也是民生学院的院长 民生学员 大家知道 民生现在是大家都非常重视的 每一个人他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希望有一个很好的生活品质 所以民生所探讨的就是十一书型娱乐这一方面的学习 我们民生学院最主要是在这个区块来努力 我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经验 我个人在来到南开科技大学之前 我也是荣民弟兄 我是中正理工学院毕业的 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中正理工学院的地球 中正理工学院是不是 七十五年 我是六十六年班 我是民国六十二年到中正理工学院去有数学的时候在奥远大西 这四年的当中 对我真的是在人生的历练当中是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在历练的过程当中 你看看 现在你可以看到中正理工学院这么漂亮 都是我们当时在那里 例如说礼法做工 礼法做工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投入了很多的心血 有的时候我们也回去 我们一下子看一下 我们当时种的树 还有种的果园 果园 你看那时候种果园 这个芭拉树 我到现在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到这个芭拉 我们种了 被学到吃了 被学到吃了 我们当时回想起来 在军中的生活 真是历历在目 你看种那个芭拉树 我们当学生的时候 要放假之前 那么一定要表现 表现以后才能够放荣誉价 才能够到学校外面去 我们那个学长也真是很天兵 他说好 学校要开发果园 有一段时间大家在谈论什么 自给自主啊 学校还有养过羊啊 你们不知道 还有种过果树 种过菜啊 这就是我们的学弟 应该知道 哎呀 种了那个芭拉树 这芭拉树要怎么种 大家知道吗 我们在学校是这样种的 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个芭拉树有多大呢 就先开始挖洞 学长也不需要怎么种啊 管他的 先挖个直径一公尺的一个圆 然后伸一公尺 就这样挖 挖完了以后 他们还要来量 量完以后 OK了 可以放荣誉价 你们可以出去了 回来以后两个礼拜以后 芭拉树终于来了 你知道芭拉树有多大 这么大 怎么办呢 土还要再填回去 填回去呢 然后呢 这样 芭拉树的苗头要露出来 这个看起来不客气 但是我是觉得学下训练真是到位 为什么到位呢 就是军展周讲的话就是 什么话 就是服从命令嘛 第二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 这就是磨练 长官说的就是怎么都对 就是要磨练 就是我们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出来 当然现在军中的生活已经慢慢走向人性 比较人性化 我觉得是蛮好的 所以我个人呢 在军女的生涯 我是民国 我在中正理工学一直没有离开中正理工学 一直到民国九十四年 我们当时六十六年毕业要去 留在学校当助教 讲师 副教授 教授 从来没有离开过中正理工学 我也是海军上校退役的 常常被人家消遣 什么消遣的时候 海军上校 你到底上过哪一条船 我哪一条船都没有上过 什么军线 什么军线都没有去过 但是呢 因为我们理工学院是做军事科技的 我们做后军维修 因为我们培养很多的学生 在很多的厂库里面 帮我们国军呢 在武器系统上面的保养 维修 各方面呢 都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我在民国八十七年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军转文字 军中 很少就是由军子转到文字 当时我们上校退役可以熬到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对 那我说没有 但是呢 我们就军转文字 那个时候我还没到 我到民国九十四年 就是二十八年 但是我没有 我就在军中继续服务 人家当时说很笨 你怎么不到这个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你看多好 给你两份薪水 但是我当时没有 因为我个人呢 我们在军中的这个生涯当中呢 我们有我们的一些志向 就是我们对军事科技非常感兴趣 因为从小都喜欢玩那个玩枪玩炮 所以在旅工学院呢 我就练兵器系统工程系 冰工系的 我们就练兵器系统 所以我在军中这个服役的这个期间呢 我们也帮国际军的很多武器系统的研发测评工作 做得非常多 所以我在旅工学院那个时候呢 担任国防部的武器系统研发测评 我们三不五时都要到九宫基地去看 我们的国家发展的武器系统 这个雄工啊 一行 二行 三行 三行大家知道的话 天工一行 二行 还有这个 各式各样的 我全部都已经参加过这篇 但是呢 我87年一直到民国94年 那时候 已经是蚊子 蚊子可以做到六十五岁 可以做到六十五岁 但是我到民国94年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我离开了这个工的理工区 对 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学者 我到底是要继续做下去呢 还是 外面呢 是不是还有更好的 的一个可以让我去发挥 事实上都好 那最后我还是选择到南开科技大学 因为南开科技大学 他做什么呢 他做银法族的福祉 银法族的福祉 就是我们做老人的福祉 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科技的手段 让我们的老人银法族能够过得更好 所以当时的校长他也来找我说 怎么样 突然呢 觉得 诶 这个不错 很简单嘛 你去翻一翻现在的这个资料 你知道我们现在 我们闲聊 我们现在高龄化的社会 已经来临了嘛 所以高龄化社会来临 这个人口一直会往上增加 所以呢 我们台湾现在 65岁以上的人口的比率是达到了12% 就是我们现在2300万 没有12% 那当然我们到2017年就是 再过两年 我们会进入到老化的社会 就是我们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4% 就是讲的这个高龄化的人口 但是我们到2030年 我们会达到20%到25% 我们到2050年 我们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 会达到33% 你说这怎么可能 它真的就是这样的 这数据的统计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老龄化的人口 它是变成不可逆的现象 所以 在这个不可逆的现象 一直在增弱的状况 所以它会引发 我们在21世纪 一个最大的产业 就是我们所谓马云所讲的 他说21世纪 如果能够超过马云的这个事业 就是 您跑出的健康照顾产业 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 那我们到南海来 我们就投入到我们当初的 这方面的科技跟服务官媒的开发 也没有想到现在 真的就如科学的数据 证明一直在往上走 高龄化的这个数据 你知道吗 其实高龄化的数据一直往上走 它会引发出什么产业呢 当然我们很清楚的 老人家需要照顾的什么 照顾服务产业 这个照顾服务产业分成居家照顾 社区照顾 机构照顾 我们台湾在过去 在谈这个居家照顾的时候呢 我们认为会有90%的人会在地老化 居家老化 90%的人 那么在机构 在社区照顾的呢 可能喔 不到90% 居家照顾这个区块 有很多的产业就会在这个里面发展出来 衍生出来很多的产业 那我今天 我要出门的时候 我早上起来都会做运动 那我住大理 我就到大理公园 我一看 哇 大理公园 今天喔 一拜一 在大理公园有两部游览车 摆在那里 那一看 这白人在做什么 在那边排队的都是银法族 两部游览车 我们在大理呢 这个 我们那个地区呢 像我这种人还登机不上 都是65岁以上的登机去旅游 所以我们看到银法族的旅游是不是 除了照顾服务之外 所衍生出来的 一个 未来一个很大的成果 我们谈产业 我们当然谈产业以后 大家再来看一下 我们未来的 不管是我们的荣民弟兄 你从军中退伍以后 那未来你要进入到什么产业 我今天是郑重给各位介绍 就是要走向我们的银法族 可以选项啦 银法族的产业 那银法族的产业在哪里 在各行各业 真的在各行各业 我刚刚谈到我们讲的 照顾服务产业这个是一个固定 那照顾服务产业说衍生出来的 相关的产业 像是休闲旅游业 老人的生活用饮业 老人的养生餐饮业 老人的科技辅助 这个器材的发展 远程的健康照顾餐饮业 你可以看到 电池电底就是做远程的 辅助就自动化 机械就是做辅助的 那么 餐饮业的人 他就可以开发 养生餐饮的这方面的餐啊 旅游业呢 他可以开发什么 相关的银法族的利用 所以我就说了 我们银法族的产业在哪里 在各行各业 各位 你是学什么 你都可以利用的上来 把我们校长给打倒了 各位 孙乃云校长 也是我们中生理工学院的相不相见 他是三十四期的 三十四期是六十二年半 六十四年半 六十三年半 对对对 所以我们军中的地修 就是未来的发展 真的是 我不骗各位的 我们在军中的训练 我们可以感觉到 很多 我看我现在在学校里面 我发觉到很多的产业 企业都来找我们 我们要人要人 对 然后聊着聊着 哎呀 她说你是把军方毕业 她说太好了 她说我们对军中毕业受过训练的 这些的人产是非常非常的需要 因为你在军中的训练 这段时间 你会发觉到呢 真的是 第一个 注重团队合作 对不对 第二个 服从 第三个呢 执行立场 第四个呢 贯职长官的这个任务呢 这个是做得很彻底 所以他们非常需要我们军中的这个 退伍的弟兄到他们的单位去服务 正好有我们的辅导会这样一个平台 那真的蛮好的 所以我刚刚跟那个王处长也在谈 我说我们真的是要建立这个平台 让我们这个平台 让我们这个 这个军民的弟兄呢 他们在军中他服务的单位 他的服务的特质 应该要做成一个Database 做成一个资料库 这资料库呢 你可以是透过荣服处的一个网站 可以向广大的企业去announce 诶 真的是 我在理工学院我有很多的学生 他也陆续都在退伍 不管是拿到博士学位的 还是拿到硕士学位的 他们现在一毕业就怎么样 马上就业 一毕业就就业 但都是担任这个管理的这个阶层 他们说非常好 非常喜欢他们 而且表现得非常好 那当然了 我个人在南开呢 我是觉得 我过去从军事科技的研究 走向老人服务科技研究 对我人生的这个转变呢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我在军中的过去的训练 对我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 他们说你怎么可以做老人 你原来是做武器研发的 你怎么可能做 做老人科技 科技是没有分什么 它没有分你的对象 科技可以做出杀人的武器 科技也可以怎么样 去照顾人群 所以我这些人生 我都觉得 对我来讲已经非常happy 我们过去做国防科技系统研发 宝江慧土 对 现在呢 我们做创造老人的福祉怎么 照顾我们的乡里的这些老人 觉得蛮好的 所以我在南开科技大学这几年来 我觉得我工作得非常愉快 因为我们在这个方面 也做出来非常多的一些成就 我们南开科技大学 在老人福祉科技服务管理这方面的研究 教育 学习呢 是全国第一 我可以说是全国第一的 我认为台湾大学都比不上我 他说你怎么证明 我很简单嘛 我们最近呢跟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应该是 大家都对啊 对 这北京大学应该是很熟悉的 北京大学呢 主动早上我们南开科技大学 最近我们在写一个科技部的 两岸合作计划 好 他愿意跟我们南开科技大学说 那很简单 他说你们懂老人 对 你们过去的研究的绩效事 他们是肯定的 所以他找 他在台湾他只有 什么学校都没有找 就找到南开科技大学 福祉科技服务管理系 我这就可以证明了 这代表我们这个地方做的事 真的是全国唯一 而且是全国第一 其他科技我倒是不敢讲 但这个局派我可以保证 我们做的就是让人家看起来非常好 所以这个计划呢 今天下午五点钟要交了 我这两个月每天都在写这个计划 五点钟是时间很赶 所以我要早一点下课 好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在医法的产业这个时期 已经来到了 我前面的一些投影片给各位介绍 就是终身教育的终身学习的重要 我想这个都不必再说太多了 大家看起来都很年轻嘛 所以终身学习是人一辈子的事情 那我们国家立法院也通过终身学习法 我们辅导会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让各位呢 从军中离开以后 能够找到适当的工作 它都有这个平台 我觉得这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刚才就说明过了 那我个人呢 只是在这个时候给各位介绍 让这个产业未来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可以去思考的 一旦你投入的话 你一定会觉得很快乐 我们看下一条 这我的经历 我就不必再给各位说了 那南开科技大学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十一年获得教学作业的计划 这在中部地区呢 非常少 我们教学作业就是教育部评定 南开科技大学是在教学上面是得到一个卓越的 那我们在这个卓越里面 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卓越 就是我们这个学校建立了一个特色 就是老人的福祉科技服务管理的教学研究跟服务 教学研究服务 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做的是非常好的 我们看下一条 当然我们学校的发展 从过去民国六十年成立了南开工业的专校 到102年我们正式进入到科大 这个历程也是非常地这个 因为我们的发展的特色 就是福祉科技服务管理 在这边我给各位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当然我不是在催去我自己 我们南开科技大学福祉科技服务管理研究所在民国九十五年成立 那我们成立的那一年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民国九十七年 改南开的科技大学 这跟我们福祉研究所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我常常就自己也觉得一定很大 那什么关系呢 那当时要评鉴 大家知道评鉴嘛 评鉴呢 所有的系科我们学到当时有十三个系 一个研究所 所有的系里面 你要得到 要能够晋升为科技大学 必须要有十个系所 拿到教育部的评鉴一等 你才能够晋升科技大学 但是呢 我们研究所呢 当时才成立两年嘛 还不到两年 可以不要参加评鉴 只可以访试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大家在开会的时候 大家讨论 哎呀拿几个系 可以拿到一等 拿几个系有问题 等等的大家讨论 但是大家都 开会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 我们福祉研究所 开会是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就说 哎包包校长 我说我们福祉研究所 也要参加评鉴 你要说你疯嘛 你还不到两年你要参加评鉴 拿什么东西给他看 我说 顶多二等嘛 二等也没什么关系嘛 那拿到一等不是十个加一嘛 锦上添花不是蛮好的嘛 对 那校长也对吧 好吧那你要就准备吧 你知道我们那一年评鉴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 包括我们福祉研究所 总共 只有拿到十个一等 大家懂我意思吗 我当时如果不参加这个评鉴的话 我们现在还是南开技术学院 对 那你说哎你们这个 研究所怎么厉害 这么厉害 各位我们这个研究所啊 百分之八十的诗诗都是荣民弟兄 相不相信 都是荣民弟兄 都是荣民弟兄啊 这荣民弟兄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解决的呢 当然都可以解决啊 有点说我们理工学院的弟兄 我不骗各位的 所有的问题都在我们手里面 评鉴委员看完以后 他直接告诉我们你们一等 他说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研究所是这么大 这么大 所以还是要奋斗 所以我们变成九加一十 十可一等 好 下一页 然后我们学校 你看现在已经变成了四个学员 有电子 有公子 有名神 有官 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教学的单位 都有试剂 试剂业 二纪 二专 这些大家未来也可以思考一下子 我们说中生学习嘛 中生学习也就是说 你看像我 我在美国九十四年 我们离开中生理工学院 我们怎么懂老人负责 我还是教授耶 我们还在去上课啊 对 我们上老人学 上老人心理学 上老人护理学 我们还到机构去实习 人家说你不是疯了吗 但是我们真的是这样做的 我们就要把事情做好 我们要知道老人照顾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就必须要这样 我们要去投入 但我们认为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真的是得到了很多的启发 那么我们把这些的学习知识呢 转化变成我们上课的一些教材 还有一些的研究 那我到现在 我发明的专利四个 新型专利也不知道有多少个 那你说你们怎么这么厉害 其实不是我们厉害 是这个产业厉害 这产业才是个新型的产业 刚刚才开始 刚刚才开始啊 所以你怎么发明了什么新型的专利 你今天想到明天就可以申请了 然后我昨天 我跟我的小孩在家里面 因为他说他月底要去自助旅行 我说对 你们自助旅行 我说你们自助旅行怎么做的 因为我的想法就是说 有没有营法族自助旅行的一些的平台 他一下翻给我看 你看 他们就是透过APP的这个网站 什么叫做穷游网 穷的很穷的穷 我说没错 年轻人很穷嘛 这样一个穷游网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什么网站 现在网站APP太厉害了 他说你要到意大利 他就点意大利 他把意大利所有的交通 住宿 饮食 交 什么东西全部都给你秀出来 那他 那时候他在研究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他说你看 我们现在运动到比较大的问题 他说如果说他们今天要去买火车票 买出来的火车票都是意大利文怎么办 突然想到一个创新 怎么创新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 像这个QR Code的不是很fancy吗 对不对 我们是未来可以建议我们的交通部 未来在全民旅游 尤其是英法族旅游这个区块 所有的票他们都有一个QR Code 这个QR Code做什么作用呢 就是把这张的票翻译成中文 怎么样 这是不是一个创新 可不可以申请一些的 什么新型专利还是什么的 创新嘛 你看QR Code一扫 你不要担心了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票确实是从这个 这是要到这个威尼斯的 不是到威尼斯的 是到威尼斯的 你真的就是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们的英法族 它真的还是需要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看到 我们推动了这些全国的 我们推这些的这些创新的发明 我们在南开一号到南开二号 上礼拜再来讨论南开三号 那南开三号呢我就告诉他们 我们南开三号要怎么做 我们要把过去的经验 要真正的 要把这个产品 南开三号的护子车做出来 概念是什么 我这里 我们要把前面那两个概念 全部推翻掉 我说这个护子车 一个车那么大 你说今天坐轮椅的人 他怎么会去开这个护子车 过去的护子车是对先天性的 声音障碍者 它是先天性的声音障碍者 跟后天老化的声音障碍者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老化你今天坐轮椅 不但是脚没力 手可能也没力 那开什么车 不必开了 所以那个护子车应该怎样 应该丢到垃圾桶去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怎么做 你看这个好像是一个老人家 看起来机构都很好 但是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研究 他真的不能这样做 当老人家坐轮椅的时候 我给你讲 脚没力 手也没力了 你不要期望他 他开这什么护子车 所以我把他们的概念推翻了 我说我们要做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看我们老人现在 除了在家里面 他如果他坐电动轮椅 在家里可以开 他出外呢 他可能坐电动代步车 他电动代步车是不是很重 他能够跑多远 跑不了多远 那跑不了多远 那怎么办呢 那他家里面的人 如果尽量走去更远的地方去旅游的时候 怎么代步 把他的电动轮椅 跟他的电动代步车扛到你家里的修理车吗 你扛不上去的 所以我就提供他们一个最新的概念 我们要去开发折叠式的电动代步车 折叠 重量20公斤之内 折叠 放在我们的后心底下 好 开到了 比如说现在灯会嘛 那你今天家住在这个台南 你开到这个台中的灯会去的时候怎么办 怎么办 他说不合适啊 所以老人家就不要来 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观点把它改变 我们做一个折叠式的电动代步车 可以折叠 放在车的后面 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把它打开 它就可以开 这个概念怎么样 你们觉得怎么样 所以让我们老人家的社会参与的 这个距离怎么样 又更遥远 这是符合老人的需求 老人扶持的需求 我们现在扶持商是要做这个东西 各位觉得还不错的话 有什么好资料 请听货给我 我们可以收集这些更多的资料 当然我们需要 当然还有很多的老人的一些志工 和一些的活动 你看各位 我们这位 他也是我们荣民的弟兄 林奇兽 林奇兽 你认不认识他 你为什么认识他 以前打橄榄球 他就在军中打橄榄球把眼睛打坏了 林奇兽 是我们荣民的弟兄 你看他现在在做什么 帮老人做身心肌肉工化 他是博士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这就是一个 一个从本质上的改变 那里也是林奇兽 他到处去当社工 他也是逼其心 他过去也做杀人努力跟我一样 现在我们等于是都在改变 这在改变 那林奇兽呢 现在呢 他发展比我更好 他现在还会吹萨克斯风 吹萨克斯风 家人的时候呢 到处去到老人机会去做 去做标准 完全是这个一公是个服务 下一页 那我研究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那你看我们片子圈也有做到 只要远距这一公是去管理系统 就是老人呢 他在社区 他只要用这个荧幕上 他可以去量血压 可以去记录血糖 可以去量体重 去量血氧 量心搏率 量完以后呢 他会传到社区的管理中心 他会帮你做健康的管理 那我们这一套系统已经商品化了 在我们的竹山地区 那是指南宫啦 这个社寮里啦 路股啦 民间啦 埔里 这些我们都把很多的社区 把这个系统都在推广 都在推广 这个效果还真的不错 下一页 那另外还有很多啦 做了很多人看这个问题 有生互动的 白旧的尸体相互设计 就说我们希望为我们的老人家 他留下不光是照片 还有他的声音 声音 所以他翻这个照片的时候 他声音自己会出来 翻这一页的时候他就会出来 他自己讲他的声音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用 我们也不知道 对 但是我们觉得 诶 这个还蛮有意思 是不是 诶 通知把这些资料可以存到云端 好 我们最近在想点头 我们准备找一些中心会 看看他们要不要做这个东西 同时能帮中心会建立什么 就是他们中心里面的人的 这个 他的一些的人生的回录 过去回录只有照片 那我们现在做的回录是 每一张照片他自己说 他声音会从这里面出来 这个还有一些啊 你看这边你看 这个是什么 就是QR Code QR Code的结合 这个无线念的技术 帮助私自认证老人回家 你挂这个QR Code的 你老人不知道走到哪里去 那怎么办呢 你去旁边的人帮他 去照他的QR Code 都知道 他是从哪里出带的 就做简单的东西 下一页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福祉对南开 那实在是轻而易举 也就为了可以来参观我们 南开的这个智慧生活 空间是已经好 我们在上礼拜 不但是把这个智慧生活屋 做完以后 我们还成立一个实习商店 这么卖老人的生活用品 我们要我们学生担任店长 训练他 怎么样去告诉老人 哪一些的产品 对你来讲的帮助是最大的 不是说我们卖这个产品 我们要告诉我们训练我们学生 要帮助我们老人家 去选到合适的产品 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下一页 那南开的就学管道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招生的网站去看就好 那我们的研究所 研究所 副治科技研究所 战士专班 一年要招六十个 六十个学生 六十个学生是不是很难招 哎 以前真的很好招 非常好招 那现在呢还可以 但是如果大家要来 念我们研究所的时候 还很欢迎 因为才刚刚开始要报名 那其他还有假日进修的 像我们战士专班呢 的课 我们副治科技服务管理的 硕士再次专班课 白天有空可以来念 晚上有空可以来念 假日有空也可以来念 只要你有空你都可以来念 那在这里 在我们的研究所 你可以学到很多的 去了解老人的一些知识 然后呢你再透过你的研究 你可以去研究你的专利 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 在这边都可以 我们很多老师都可以来 来指导 至少院长也可以来指导各位 你的题目呢 只要跟老人有关 我们都非常愿意来指导各位 那所以呢 这款教育班 像是硕士学文班 学士学文班 证照班 非学文班 各地学习班都有 你可以适合你不同的年龄 你都可以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都可以来 下一页 结局 那我们这学校 还真的不错在南 在南口地区 你究竟呢 就可以来我们这个学校来学习 我们学校的南开人 就是要训练我们的REACH的特色 就是务实创新 同观同志 这是我们的教学的理念 下一页 好了 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 好 好 好